好 要帶您來看到是在新北市林口區的知名連鎖咖啡店 那麼昨天一早下著雨 那麼店員居然趁機抬著這店裡面的油脂截流器到外頭的水溝來清洗 當街就把茶渣污水倒入到排水溝裡面 就路人發現之後當場拍照存證 隨後向新北市議員蔡淑娟來舉發 先向灣單位在貨報之後掉月監視器來佐鑑 跟住瞭解這樣的行為 最高將面臨到最重六千塊錢的罰款 咖啡店店員手裡包著一個東西 若無其事地從店裡走出來 不仔細看很難發現異狀 但下一秒畫面清楚拍到 他居然蹲了下來低著頭忙東忙西 站起身後一個人走進去 壞人走出來 他們到底在幹嘛 原來他們手上就是包著這個炸油鍋子 店員趁人不注意把手裡的廢油往門口的水溝丟起 他以為說第一次嗎 就不是陸陸續續就來了第二個 然後用輪流的方式 他當時就非常地訝異 而且他覺得店家是有發現他在拍照的 但是店家還是這樣做 附近住戶忍無可忍 21號向新北市議員蔡淑君檢舉 這間知名的連鎖咖啡店 把店裡的炸油機器拿到外面排水溝清洗 而且不止一次幾乎每天上班經過都能看到 市府三關單位貨報後也立刻派員前往稽查 那我想陸易莎本身已經有600多家連鎖店 這樣的一個行為實在是非常不OK的 把水溝當自家用民眾直呼真的很誇張 相關市政擺在眼前店家也坦誠不會 環保局已規定最高可開罰6000元 破壞環境就是不對 做了最壞示範還是得乖乖受罰 記者余若為陳廷汝 新北通報道 相關市民網站 商專門 協調 在